这一届群演会应该是我体育生涯的最后一届群演会了 以这个金牌的收官对我来说是一种美好的回忆 下期群演会能不能下一届群演会再做 下一届群演会的话确实在我们大湾区举行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因为群演会在广东已经很多年没有举办过了 应该是01年的时候举办过一次 然后现在已经过去20多年了 其实我很想去比 但是对我来说的话四年之后太远了 如果我年轻几岁的话我还真可以考虑一下 但是现在对我来说只要我觉得没有竞争力的话 我就不想去坚持了可能 但是我希望我们广东年轻的这帮运动员 陈冠峰啊杨海斌啊包括学业业他们 我希望他们能够坚持 到时候我就做好我东道主的工作 做好这个服务 希望他们来到我们广东大湾区 都感受到像回到家一样的感觉 我可以说